大家好,我們現在一起來用彈力繩做一些運動 在正式開始肌力運動前,我們先做一些暖身的活動 我們現在先自然的把彈力繩拿著 然後呢,我們身體可以往兩側 轉向兩側 稍微運動一下 慢慢地轉 再來呢,我們把彈力繩舉高 然後做側邊的伸展 稍微停一下 往另外一邊 我們再一次 好,現在呢 稍微有一點力氣,我們把兩手打開 然後我們可以往後面 繞過你的頭,再往前面 好,再一次喔 好,再一次喔 好,後面繞過你的頭 再繞回來 好,再做最後一次 好,前面呢,就是我們 很簡單的 簡單的,暖身的活動 現在我們要開始 進入正式的肌力的運動 先把兩隻腳呢 踩住你的彈力繩 然後我們把 彈力繩舉到你肩膀的前面 等一下我們要來做 肩膀齁,手往上舉的活動 好,首先做第一次 好,兩隻手往上舉 好,稍微停一下 好,再回來 我們每個動作呢 都會一起做三次 好,第二次 好,慢慢的回來 好,第三次 好,慢慢回來 好,接下來繼續做 做肩膀的活動 我們用一隻腳呢 把彈力繩踩住 然後等一下我們的 手要往側邊平舉 好,先做第一次 好,一 好,稍微停一下 好,慢慢回來 好,第二下 大約停五秒 一 二 三 四 五 再慢慢回來 好,第三下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換另外一邊 用另一隻腳踩住 好,往旁邊平舉 一 二 三 四 五 慢慢回來 好,再來 第二下 舉起來 一 二 三 四 五 好,第三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好,慢慢回來 好,再來 我們在用力的時候呢 都記得不要憋氣 好,再來呢 我們要做的是 我們的二頭肌的 這個動作 我們用一隻腳把彩力繩踩住 等一下我們會用一隻手 的二頭肌呢 把你的彩力繩舉起來 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力氣有多大 如果你的力氣比較小的話 這邊流的長度就短一點 好,這樣子阻力就會比較小 所以大家調整到適合自己的長度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就一樣做三次 先做第一次 好,一 二 三 四 五 好,慢慢回來 做第二次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三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好,我們換邊 也是一樣留下適合的長度 那如果你用一隻腳踩彈力繩 它容易滑動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用兩隻腳把它踩住 好,一樣做二頭肌的這一個 的動作 好,往上 一 二 三 四 五 慢慢回來 好,第二下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第三下 第三下 二 三 四 五 五 五 下一個動作是三頭肌的動作 我們把彈力繩放到我們的背後面呢 好,兩隻手一起往前伸直 好,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好,放鬆 好,再做第二次 往前推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手這樣子往後拉 我們這一邊來做三下 1 2 3 在做的時候呢 動作都放滿 記得肩膀 不要用力抬起 要保持放鬆 我們換另外一邊 所以不要聳肩 我們肩膀放鬆 身體做直 往後面拉 1 2 3 好 好 那我們彈力繩呢 一樣維持在這個位置 等一下變成我們的腳要往前踢 那我們的手呢 可以維持在腰間的這個位置 腳往前踢 一樣做三下 1 2 3 4 5 2 2 3 4 5 5 2 3 4 5 我們可以在 心中莫屬5秒 換另外一邊 腳往前踢 1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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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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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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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踩在我們的腳下 雙手又抓著這個握把的地方 等一下呢 我們要保持我們核心的力量 這樣直直的站起來 好 這第一次 這個是模擬硬舉的這個動作 好 說第二次 好 直直的這樣站起來 好 第三次 下一個動作呢 我們踩住這個環的下面的這個繩子的地方 腳稍微打開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做深蹲 那把手呢 舉到我們肩膀的前面 我們先站起來 來 那開始的時候呢 大家一起就慢慢的往後面 快要做到椅面的時候 停下來我們一起數到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然後再站起來 我們再做第二次 往後 往後 快到椅面的時候 撐住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再起來 那如果你腿的力量比較不足的朋友呢 也可以緩緩的做到椅面上 也是可以的 好 那 我們一起做第三次 往後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最後一個動作呢 我們要做腳往旁邊側舉 那為了保持安全呢 我們可以找可以扶的地方 好 扶住之後呢 再腳往旁邊 抬起來 好 一 二 三 好 換另外一邊 一 二 三 好 以上呢 我們所有的肌力的活動 就已經完成 那大家記得做完肌力運動之後呢 可以做一些伸展的活動 讓我們的肌肉比較不會痠痛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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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